你好 欢迎收看4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有感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偏乡 弱势老人孩童的口罩需求增加 由爱惜毛线编织社团的老师黄慧兰 他透过网络号召 和社团的成员以及网友 共同手工制作300份的布口罩套 近日捐赠给花莲新政府 新党徐中卫特别借鉴 也表达感谢黄老师等人的善行 为严峻的防疫氛围增添了温馨观怀 新冠肺炎疫情关系 连带影响许多偏乡弱势老人 及孩童对口罩的需求与日俱增 于是爱惜毛线编织社团黄慧兰老师 透过网络提供布料 号召网友与社团成员同心起针 制作了500份的布口罩套 其中200份日前已转送给田智宣基金会 剩余的300份则交给花莲县府社会处来配发 我本身是花莲高商的社团老师 那所以除了平常的社团活动之外 我还会支援花莲县老家协会的老人一些 他们所谓的日照中心的一些手作活动 因为我个人提供的毛线是有限的 所以我在网路上是募集的50位志工 那平常呢 我都会在每年的1月的时候 把这个毛线呢 继续给参与的志工们 那10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之后 再请那个花莲县老家协会 帮我转送给花莲县的独居老人 但是因为我做了500份之后呢 那个县长知道这个事情 他觉得很开心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能够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后来我又陆陆续续的不断 募集到至少也有500份 所以有200份我是交给了田志轩基金会 那另外300份呢 我就请县长帮我发给他县政府社会局这边 需要的弱势团体 包括可能所谓的街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低收入户的一些朋友 本身在花莲担任编织社团老师的黄慧兰 自2008年起就开始为花莲县老家协会 所协助照顾的独居老人们 召集50名志工 贡献爱心编织帽线帽 围巾小毯子等 甚至开办手做课程 帮助老人家闲暇之余动动双手 每年持续不间断 日前县长徐政卫接见 并表达感谢黄老师等人善行 为严峻的防疫范围 增添温馨关怀 值得表彰 同时也希望透过此举 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及公益团体 共同响应爱心 在疫情期间齐心巩固家园 记者讲帮演华联士报导